型男穿着花鞋好不容易保住一命 但是来看看这个警察穿便服开单 却被认为有瑕疵 高雄县的人午香日前 这个女驾驶她说 在高雄是一个路口 因为违规并排停车 被一名交通大队的远警拍了照之后 就开单处罚1200 但是女子不满提出了申诉 最主要当时这个远警 因为开单的时候 根本没穿制服 没戴警帽 到底她以什么身份来取缔呢 所以这个驾驶一状告上法院 我们带您快来了解 原警直请举发违规民众 如果没有穿制服 小心开发无效 她没有穿警服也没有骑乘警车 所以我们根本也不知道她是警察 而是我那个朋友跟我说 她是那个人的违规 原来原小姐去年10月 开车行经告示的青年一路 以广州街口 因为违规并排停车 被交通大队的便衣警员拍照开单 受到罚单那一刻 让原小姐很不服 一状告上法院 我为了申诉这张罚单 我本来没有错 可是我为了申诉这张罚单 结果造成 一看我要请假 广排停车 而且驾驶人在场的时候 她应该穿着制服 当场跟她告罚 法官最后认为 警员执行勤务时 应该要穿着制服 让民众可以辨认 取缔有瑕疵 裁定不发 派遣勤务是用便衣的话 那一般民众有遗力的话 他会请他出示证件 那我们执行的原警 会支持他的证件 交用大队强调 执行原警 举发民众违规时 应该要穿着制服 就算是勤务需要 穿着便服 也要出示证件 证明自己的身份 才可以直接告发开单 捐讯刘一切往远方 高层报道